在這個地方然後清門踏戶20年 那甚至過去還去火燒村長家 裡面一百多位的黑衣人 那黑衣人還不只在裡面 就這樣大搖大阪 這個是給地方的鄉親 這真的是一個20年來的霸凌 剛剛光晴姐提到這樣子一個昆宇案的狀況 待會這個顯示也可以補充一下 她經歷的一些事情 這個昆宇案其實大概在20年前 在苗栗兆橋這個地方 就因為昆宇這樣子的 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的抗爭 那時候傳出可能有儀式收穢的事件 當時也有幾個環保局的局長或副局長 媒體可能有報導 可能間接因為這樣的事情 甚至有些人自殺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樣過了20年的糾葛之後 中間有一段時間停下來 是劉正宏縣長的時代 我們不曉得到了徐曉商縣長的時代 這個層級這麼久之後 她突然死灰覆燃 更誇張的是今天這個昆宇的事件 在全國的媒體 大家都在問這個事情 而作為 苗栗縣大江的徐曉商縣長 我們在議會要求她來面對這樣的問題 我們希望她來跟所有的鄉親說清楚的情況之下 她居然 我相信光潔有看到那個新聞報導 對 不關她的事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負責的 那跟中東警有什麼關聯性 那中議長一樣的狀況 因為顯示之前也有曾經開過記者會 有揭露說 這樣子的一個 失業廢棄物掩埋場的背後的人 就是有一位宋久文先生 可能有這個掛名在這個附近的土地 還是這樣那個狀況 那一樣的狀況 今天的 這個情況 整片的失業廢棄物掩埋場 這樣的一個情形 你作為一個未來 想要代表國民黨挑戰苗栗縣大位的人 這一位 宋久文先生 過去可能跟這個 不管是所謂的前議長 或者是現任議長 都很有互動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有沒有 不管怎麼樣 你應該站出來 說明清楚 又不是你這個開放性的態度 那我是朱立倫 我會回答 我沒有要提名他 朱立倫也不講 那我要說什麼 朱立倫上次去苗栗講了一堆什麼 我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他講的是 會用什麼科學方法 結合地方的什麼協調 他說要用科學方法 科學方法就是民調 聽不懂 那 以朱立倫這樣 顯智 你有發過臉書嗎 以朱立倫他現在的態度呢 如果 這個苗栗的這個議長 他詮釋大到說 可以像這個 桃園的這個議長 邱逸勝 他可以左右提名人選的話 因為邱逸勝 他才是魚死網破 其實那個 羅志強算什麼 羅志強沒有力道啊 真正有力道是邱逸勝 邱逸勝用什麼要學 你如果不提名呂玉玲的話 我就退黨 而且私底下 他還要帶一堆人退黨 對不對 如果邱逸勝 他作為一個議長 他在地方 他有這樣一個實力的話 中央不得不考慮喔 因為你如果 何況是羅志強 你如果 外來的這是最凸顯問題的 你就算有其他人 就算民調最高的喔 他不支持喔 對不對 那苗栗縣情況是不是有這樣 他是不是有一個 這個權力的壓力 可以載至這個提名 就影響朱立仁的決定 那朱立仁有沒有勇氣抗拒 你們要講的是這個吧 那他現在的私下處理 聽說有請人去勸對 怎麼可能勸得下來 對 剛剛關群姐也提到 苗栗的這個狀況 是比桃園更嚴重 這個我是同意 那苗栗的狀況 基本上你看他說 他如果真的能夠勸下來的話 現在不會講說 要用科學的方法 地方協調的方式 講這種真的聽不懂 到底什麼叫做科學的方法 科學就講民調 地方協調的方式 不要用DNA 對啊 地方協調 你如果民調就民調 不要用快篩 對啊 這什麼意思 聽都沒有了 開玩笑 那昆宇這個狀況 就像剛剛國鼎講的 這個是給地方的鄉親 這真的是一個20年來的霸凌 就是說 你到一個地方 一個村落 那個是一個示範農村 這是一個農委會都頒獎的 一個金牌農村 結果 在這個地方 然後親門踏戶 20年 那甚至過去 還去火燒村長家 那很陷害 那怎麼拍電影啊 那一直到這個市營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全國媒體的矚目之下 然後 這個大搖大擺 每天 這個 這個 外面都是車子 然後 裡面一百多位的黑衣人 那黑衣人還不只在裡面 就這樣大搖大擺 他的手機對每個去都在拍攝 拍攝 以上言論代表 時代力量 邱鞋志 跟孫國典志 沒有要做 沒有要做這個狀況啦 所以我那時候我才會 就是說 我們給來賓充分的表述 是 但顏則自負 他有點大普案的翻版 大普案當時候也是這樣 村民 所以就很被欺負